从嘉靖后期到万历年间,是明朝最后的一段军事高峰期,在东西南北四面出击,均取得了不错的战功,而明朝在西南方向的军事成就最大,在战争中锻炼出了一批优秀的将军,其中就有这样一位武力爆表的将军,在西南战功赫赫,在朝鲜利挫日本,有明末第一猛将之称,最后在对战后经过时,却因战术和兵力安排不当而壮烈殉国,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欢迎订阅真正历史 嘉靖年间,倭寇危害东南沿海地区,七级光和于大游等将领积极练兵 逐渐将倭寇击败驱逐,来自广东的总兵刘显来到福建,配合二人对倭寇连战连结,而这位连连胜利的总兵官,生下了一个名叫刘廷的儿子 这个儿子从小就接受武术和军事训练,膳使大刀,臂力过人,早早地就展现了武林高手的素质 刘显在贵州山区同蛮族作战的时候,他也跟随前往,练就了身轻如燕的本事,据传在演武场放了五十匹骏马 他能在这些马上自由地跳来跳去,仿佛有轻弓一般,凭借一身高超的武艺,他在万历初年考中了武状元 随后凭借军功,成为南京小教场作营,还迎娶了时任兵部尚书张傲的女儿,在跟随父亲讨伐九四蛮的战争中,面对地方城楼 原本应该在后面被保护的统帅之子,竟然第一个爬上城楼,升擒敌方首领阿大,直接打崩了对方的士气 在刘显去世后的1582年,缅甸东御王朝军队入侵永昌,腾越,巡抚刘氏,曾提拔刘廷为游击将军,负责腾冲一带的防务 在缅甸支持下,吐司首领岳凤联合强盗喊钱等,带着包括向兵在内的数十万人,在明朝边境烧杀抢掠 前国公墓昌作《命令邓子龙》、赵锐等将领出击,斩首1600多,射杀多元敌将,正在岳凤围攻邓子龙镇守的摇关时 刘廷率部队赶到,明军士气大震,岳凤健壮,觉得没得打,直接就带着部署投降了 刘廷在受降后,带着岳凤父子前往攻打蛮墨,敌军绑着缅甸人和大象,马来投降,刘廷打出的威名 直接让敌方兵士丧胆,想得想逃的逃,1583年,刘廷和邓子龙在摇关以南大破缅军,并招抚孟养,木邦,孟密,龙穿个吐司,阿瓦王被打怕了,遂联合孟密私中 蛮墨私顺杀掉免使,向刘廷请降,刘廷联合动武,蒙乃诸王,将缅甸王莽英里的女婿俘虏 明朝政府将孟密的安抚司改为宣抚,增设蛮墨,耿马二个安抚,设置云南六议十三宝 于是刘廷以副总兵的身份代理林园参将,致蛮墨大将行属 刘廷因公被提升为副总兵,可以世袭,而蛮墨设置安抚使之职务,授予了土官司顺 可是刘廷不仅要了司顺很多钱,还放纵部将谢氏璐等人,奸吟暴虐其妻妹 使司顺对他敢怒不敢言,直接投奔缅甸去了 罗雄知周者继荣杀死生负者郡,在和尚王道、张道的怂恿下 用服术训练邪教士兵并四处作乱,1585年,巡抚刘世增,派遣刘廷和皮将刘少贵 万傲前往剿灭,缅甸那么难打的仗刘廷都打过来了 灭这一帮邪教徒更是不在话下,在讨灭罗雄后 刘廷担任广西参将,移居四川,1592年,日本封臣秀吉派遣大军入侵朝鲜 朝鲜八道尽失,紧急向宗主国明朝求援 万历皇帝派辽东总兵李如松率领大军入朝作战 时任五军三营参将的刘廷文之后,主动请英赴朝作战 得到准许后便带着自己训练的五千名川兵出发 他抵达的时候,日军已经被明军打到了朝鲜南部 占据南部山区巨险防卫 辽东兵以骑兵舰长,驰骋平原,不善于山区作战 怎么办?恰好刘廷的川兵擅长山地作战 直奔上周乌岭,同查大寿 祖承训等人插小路翻过淮山 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乌岭背后,将日军赶到了福山浦 刘廷和祖承训等人在大邱 中州驻扎,同南部海岸的日军形成对峙之势 并等待朝廷和封臣秀吉的和谈结果 这期间,刘廷调任青海赵总兵官 偷袭打打火落赤部鱼翅川脑 斩首数百级,获得牲畜两万多头 万历皇帝十分喜欢刘廷 为了这次胜利,专门向太庙祭告祖宗 1597年,双方和谈破裂 封臣秀吉再次调大军登陆朝鲜 万历皇帝命行街经略全局 老将麻贵统帅全军 明军分三路向日军进攻 中军董一元,东路麻贵,西路流廷 陈林专门负责水军 流廷在水源扎营 日军将领小溪行长巨手顺天 流廷想用计俘虏小溪 于是派使节请求跟他约定日期会见 到了约定日期,流廷的计划却走漏了风声 小溪直接吓跑了 剑剑军参政王世奇想处分他 流廷催兵奋进,将日军赶入大城 风尘秀吉病死 日军纷纷准备撤回国内 流廷在半夜攻取肃林、夜桥 杀伤日军慎重 陈林也在海上给予日军重创 最终明军将日军全部赶下海 取得了元朝战争的胜利 在抗日元朝战争的同时 波州吐司首领杨应龙发动叛乱 波州吐司势力在当地深耕数百年 树打根深 兵源众多 明廷调集借二十万大军 前往征讨杨应龙 流廷的川兵打这种西南吐司 实乃专业对口 于是让他接任四川总兵 会和其他几路明军向波州杀去 开始时流廷不愿去波州征战 被阎官纷纷弹劾 总督李化龙认为 打波州必须要流廷出手 于是极力向朝廷推荐 流廷这才同意指挥作战 在世事大会上 流廷杀牛忌起 一刀一个牛脑袋落地 不管杀人还是宰生畜 都如砍瓜切菜 杨应龙也熟知流廷的厉害 严阵以带部署防守 1600年正月 明军进攻南木 山阳 剪台三个山洞 山洞地形险要 敌将木照等数万人驻扎当地 十分难打 各将领都不赶上 但是这样的仗流廷就敢打 调遣兵力在李汉霸大战一场 活捉敌军头目 将周围的敌军赶入山洞 随后放火烧洞 将山洞拿下 流廷在督战时 左手拿赏钱 右手指宝剑 大声喊道 卖命的忧赏 不卖命的斩首 付出了四十人的代价 才取得胜利 杨应龙见前方战士不力 派儿子杨朝栋 杨维栋和将领杨朱 统帅几万部队 由松坎 于渡 锣鼓驰向明军进攻 流廷在路途设服 斩首数百人 追击出五十里 流廷部翻过夜郎旧城 攻克许多关隘 直达楼山关 楼山高峰耸立 直插云天 中间只有一条 宽紧数尺的小道可通 后来红军长征时 攻克此关也十分艰难 而叛军在此设置 木栅栏十四座 栅栏两旁都挖有深沟 一般人还真的 拿他们没办法 但是山地作战 从来难不倒流廷 他分兵两路 从小路直插 关隘背后 自己则统领大军 从关前养攻 一股夺取楼山关 追击敌人到永安庄 他手下 都指挥王分 是个二愣子 只知道前锋 打了几次胜仗 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独自在距离大军营地 只有几里路的松门鸭 冲药之地扎营 结果被叛军攻击杀死 刘廷亲自率领 步骑兵前去营救 才将叛军击败 刘廷总结前面失败的教训 在靠近关前设置炸篮 兼比清野 并且请求增派部队支援 最后 刘廷与马孔英 五广各路明军会合 进军海龙屯下 对叛军发动了最后的进攻 杨应龙自知不敌 自杀身亡 波州之乱平定后 朝廷认定刘廷战功最多 而他上脚的战利品 只有三十六张相床 其他的金银珠宝 都不知被他藏哪儿去了 朝廷觉得一将难求 也就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如果一直在西南待着 刘廷完全可以善终 达成独孤求败的层次 不妙的是 1616年 明朝建州卫首领努尔哈赤 在东北建立后金国 随后攻打辽东 连克树城 万历皇帝召集重将 准备派大军将后金国剿灭 而已经多年不上战马的刘廷 被皇帝看中 派往辽东作战 在调配大军时 刘廷请求等待 一段时日 到西南大本营 招募足够的精锐川兵 再去前线 可是皇帝 鉴于万历后期 国家财政状况不佳 组织大军耗费钱粮太多 加上东北局势恶化太快 等不及了 让他仓促上阵 他只好带着少量亲兵 就直接到了辽东 没等后续川兵抵达 就直接上前线 没想到 他因为和辽东 金略杨昊不合 杨岗在调配兵力的时候 将最精锐的三万人 给了杜松 只留给刘廷 四万质量不佳的兵员 杨昊定下了四路出击的计划 如果四路配合得当 其实问题不大 但是刘廷部翻山越岭 路途危险 行军缓慢 带着兵将又非精锐 一路上不向军队 反而更像一支 风尘仆仆的探险队 后金五百士兵 在董厄陆防守 被明军重重围困 尽管大败而逃 但还是牵制了 刘廷部一段时间 正是在这个时间差内 后金军在萨尔虎 歼灭了杜松部明军 随后又击溃了 马林部明军 消息还没有传到刘廷这边 刘廷已经孤军 深入到后金腹地 这时 努尔哈赤派四大贝勒 率领后金主力赶到 刘廷连忙率领军队 登上阿布达里冈 准备布置阵型 后金军早有准备 登上比明军更高的山岗 从上而下冲击明军 另一支军队 也从西边发起攻击 如果刘廷率领的是 自己的川兵主力 面对这样的情况 即便不能胜利 至少也可以做到打成平手 可是后金这次精锐其出 本就战力不强的明军 自然抵抗不住 刘廷浑身挂踩的情况下 回刀砍死庶人 这样的勇猛 把后金军也看呆了 可惜最后还是寡不敌众 战死沙场 刘廷的养子刘昭孙 冲出敌围 徒手杀死几个敌人后 也终于被杀死 最后只有少数残余部队 突围而出 刘廷一生作战 勇猛无匹 几乎百战百胜 而面对同样勇猛的后金军 刘廷还能战斗到最后一刻 真正是名将之光了 朝廷也对他一家 给予了优厚抚恤 肯定了他的功劳 试想如果明军 能准备充分 配合得当 刘廷又带的是几万精锐老兵的话 萨尔虎之战胜败未可之也 其后一直到明末 这样勇猛的将军 都在南找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尔虎之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尔虎之战